贤妃娘娘 奴才知道 宫崇宁对不住你 但奴才也不能平白无辜 害了两位红丝 奴才 奴才 阿若 方才缩练去搜檐喜宫 您为什么拦着不让搜宫 奴婢伺候主 就要一切为主打点妥当 打点什么 主 奴婢伺候您多年 这些年来不可谓不尽心尽力 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 心怀怨恨 日渐乖利 费心抚养大阿哥 怂恿他争宠夺敌 还每每 每每逼迫奴婢 去做一些奴婢不愿意做的事情 何事 主 您做的事情实在是非人所为 奴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请您恕奴婢不周 我 奴婢知道主子们要问什么 皇上和太后看中登基后的 第一个皇子 主生怕他们夺了大阿哥的宠爱 便指使小福子和小骆子做恶 想除去贵子 阿若 你在胡说什么 当日锦阳宫玉蛇 是贤妃姐姐救了一贵人 这你是知道的 姐姐怎么可能会害他呢 贤妃私下见过朕 说锦阳宫的油彩里 混了蛇媒 才招了毒蛇 若是贤妃 真的要害姨贵人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皇上 主那是虚情假意 因为那油彩里的蛇媒 便是主婚进的 本一是要害姨贵人 可谁知那日人多 姨贵人竟喊了起来 主便洋庄救了姨贵人 即可讨好皇上 又可借此亲近方便下手啊 阿若 主平日礼贷你不薄 你究竟是受了谁的指使 在这里说出这种没有良心 陷害主的话 正是因为我还有良心 所以才要说出来 居然是你 为了谋害我的孩子 你酸起得如此之深 姨贵人 你真的好反送的心呢 姨贵人 姨贵人 来人 姨贵人 快送姨贵人去拼殿 赵仪泰 快去申太医 赵仪泰 赵仪泰 来 来 起来 好了 阿若 你继续说 主的阴毒何止这一桩 皇上实在不该将大阿哥 交给主抚养 主有了大阿哥 假之当日成不了嫡附计 便生了夺嫡之心 听闻二阿哥有孝证 更是日夜诅咒 希望以长子替代嫡子 成为太子 阿若 我同你一同伺候主 怎么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 平日里还是我伺候主多一些 你是伺候主多一些不错 但我是主的陪嫁 有什么事情自然知道 难不成 难不成奴婢和他们 都要冤枉主您吗 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 奴婢当日爱于主仆之上 世情不敢说与认知 如今事法乃是天意 无论如何 奴婢都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贤妃娘娘 奴才知道 公崇宁对不住你 但奴才也不能平白无辜 害了两位皇嗣 奴才 奴才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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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福 你逼死我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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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